这两天钢铁侠马斯克又刷屏了,马斯克旗下的SpaceX载人龙飞船完成全球首次商业载人航行,这意味着马斯克离他的火星殖民梦又进了一步。 不过在真正解决各项工程难题之前,人类依然只能靠有限的幻想去提前预演一种星际殖民的方式,这种幻想也成了科幻片中长顺不衰的一个主题。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星际殖民的电影《超能泰坦》。 故事发生在未来时代,核污染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,人类不得不未雨绸缪,加速寻找新的移居地点。 美国军方开始策划一项星际殖民计划,不过呢,他们看上的不是马斯克计划中的火星,而是土星的一颗卫星,名叫泰坦。 泰坦星是太阳系里除地球外唯一具有空气的星球,那里还有原始的生态系统,尽管如此,人类仍然难以在泰坦星存活。 要想成功殖民就得改造泰坦星的环境,但这个难度实在太大, 疯狂博士另辟蹊径,觉得与其改造环境还不如改造人类,使人类身体变得适宜泰坦星的环境。 政府从军队里选拔了一批身体素质优异的士兵来进行实验,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男主角瑞克。 为了让士兵们安心,政府还将士兵的家眷也签了过来,还给他们分配了漂亮的大别墅,不管怎么看,这项计划似乎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 很快,人体改造计划就陆续开始,经过改造,士兵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 他们可以在水底憋气几十分钟,瑞克甚至在长时间憋气后还能在泳池游上几个来回,他们的体温也开始变得抑郁常人。 瑞克可以将手一直放在冰块中,丝毫不会感觉到寒冷。 然而,随着身体改造的深入,事情开始起了变化。 瑞克洗澡时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,另一名队员甚至直接猝死在洗澡间。 妻子詹森看得瑞克身上的变化,开始对军方的改造计划产生怀疑。 他暗中收起了瑞克的血液标本,打算拿去化验,与此同时,他还在家中发现了很多摄像头。 看来政府给他们大房子,只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。 晚上,詹森躺在艾克身边,看着丈夫背上的褪皮,詹森开始变得有些害怕。 第二天,詹森将血液拿去化验,发现瑞克身体内的细胞正在飞速变异。 另一边,为了让瑞克能够适应黑暗环境,疯狂博士又给他做了眼睛改造手术。 然后手术没几天,瑞克的眼睛就发生大出血,詹森只好将瑞克送去了研究基地。 在这期间,身体发生事故的并不只有瑞克,部分士兵由于身体失控被军方无情消灭。 严见事态越闹越大,NARS官吏曾希望停止实验,然后疯狂博士代表的却是国防部和五角大楼的意志,他决意继续推动实验。 詹森偷偷进入基地档案室,发现这项改造计划并不是强化人体这么简单,整个改造过程根本就是不可控的,最终会将实验者变为某些未知的物种。 他找到博士,抗议继续在瑞克身上进行实验。 然而博士却告诉他,根据过往的实验案例,一旦停止瑞克的改造程序,他将在48小时内丧失理智,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,只能继续豪赌了。 瑞克拆除绷带后,发现自己拥有了难以置信的意识能力,为了未来,他只能选择舍命一搏。 瑞克的改造还算成功,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命了,许多无法适应改造的士兵都先后领了盒饭,最后只有两个人在身体改造中活了下来,其中就包括瑞克。 詹森和儿子被邀请过来基地,和改造完成了瑞克会面,詹森看着房间里头已经完全变腰的瑞克不仅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 此时的瑞克已经变得不会说话,他通过处决来传递信息,詹森将瑞克带回家中,在给他穿衣时却被意外绊倒,瑞克尝试上前搀扶,詹森却被吓得连连后退。 两夫妻明白,他们已经回不去从前了。 之后,另一位活下来的改造人泰利找了过来,泰利由于情绪失控弄死了自己的丈夫,瑞克成了唯一能和他交流的人。 军方发现泰利情绪失控,派出士兵过来抓捕泰利。 泰利尝试反抗,却被士兵当场击杀,目睹一切的瑞克送几名士兵领了盒饭,之后便独自逃亡。 然而最后还是被军方捉了回去,博士叫来詹森,希望他能给瑞克注射能够消除记忆的药剂。 詹森做了个小手脚,将药剂换成了生理盐水,之后瑞克便趁机逃出了牢笼。 然而瑞克的使命并没有完成。 影片最后,政府解除了疯狂博士的指挥权,瑞克被送去了泰坦星。 詹森在地球远远眺望泰坦星,在那里,瑞克正孤独地开辟着人类的新事业。 这部影片的概念设计的还是不错的,由于可能造成了伦理冲击,基因改造一直都是让人神经敏感的话题。 但是这部影片却将这种伦理冲击,仅仅停留于夫妻之间的情感变迁之中。 结尾又是俗套的爱能战胜一切,而且影片的这个片名超能泰坦一听就让人感觉血脉奔章,肯定是一部睡笑大片。 然而全片看下来,改造人的异能却用十分平常的镜头一笔带过,可能这就是小成本科幻片的尴尬处境吧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舰,我是主播星星,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,我就陪你走向触觉交流哦。